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來到BIGGOTCHANEL 這就是TACO仔的小分身 因為今天沒有帶TACO來 一會兒告訴大家為什麼 今集帶大家提金魚 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啦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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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金魚為主題的探索館 魚油剛剛在2024年 農曆新年前開幕 魚油是位於寵物有線商場 黎生商業中生的一樓 至於入場費 100元就包一大一小的入場 額外大人就需要零加30元 每場環境都很闊落 即使人都不會覺得好逼 但幸好 我們去那天不算多人 這裡的金魚缸都設計得很特別 例如這個飛天金魚 這個魚缸就行日式風格 這些金魚缸就設計得比較香港風格一些 例如車仔檔 蒸籠 這個是打卡熱點 港鐵車廂 金魚缸裡面用港鐵風格的字體寫著金魚街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很有特色 職員還跟我說 原來港鐵車廂魚缸裡面的銀色金魚是比較罕有 因為這種顏色的金魚在市面上比較少 講到最特別的魚缸一定是這個 可以伸出來看魚 多謝TAKO妹妹的示範 說一下金魚探索館有什麼玩 職員會派這些瓶子給我們 瓶子裡面會裝著魚糧給我們 餵魚 可以將魚糧倒入這些黑色框框裡面 那些金魚好像吃得很開心 不過這些金魚好像很餵食 我走過 金魚就衝過來 以為有東西吃 如果你看中了一條金魚 你可以買回家養的 金魚探索館部分的金魚可以用作零售 課金還有得撈金魚 課金還有得撈金魚 我課了三十元 有五個紫緣網 不過一條都撈不到 如果你撈到的話 可以最多拿兩條回家 其他就是小朋友專畫的遊樂設施 還有DIY工作坊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今集不見TACO呢 只有TACO妹妹 因為金魚探索館主打親子遊 但是他們都歡迎小狗 但只歡迎小狗 還有要戴口罩 所以就沒有帶他來 我自己就覺得單挑金魚 就不算十分吸引 希望將來推出更多吸引的節目 和推草物友善 令更多人認識到金魚的知識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支持我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